大家好,我是H4 又到我周木律,即是代表Factorial出了新的PFF 今次第4把13篇主题就是Gleiber 即是其中一个新星球 在开始这部分作者就说 在Factorial 里面你要整一个全新的星球 一点都不困难 你只不过需要制造一些新的地面 加入一些新的树 一些新的装饰 又或者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加入一些点缀 甚至乎可以改变普通山崖的样子 基本上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星球 当然还有些比较技术上层面的东西 你需要知道生成器如何生成 在哪些位置要放在哪些地形 需要用哪些光源 或者着色气等等的东西 你只要做齐以上这些步骤 你就很容易可以成功制作到一个全新的星球 但如果你只是跟随着这个普遍的做法 很大机会在你制作了几个星球 你就会发觉 每一个星球看上去 只不过是不同颜色的星球 但是这些星球里面就没有自己的独特性 特别在制作Gleiber的时候 他们一开始就已经想制作一个 类似原本的星球那样有生态的星球 甚至乎正式命名他为Gleiber之前 内部一直都叫这个星球作为生态星球 但是他最欣赏的就是 如何同样将一个有生态的星球 扭曲成为一个非常独特 看上去非常陌生的星球 也是因为需要和原本的星球有一个鲜明的对比 所以这次他们就决定了制作一个比较微观的星球 所以就用了地衣、粉类和海藻类型的东西作为生态系统 这些东西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见过 所以一看上去会变得更加像真实 但同一时间也可以问合一开始所说 如何制作一个全新的星球的那堆东西 一开始这部份也有一条片 就是你背景一直在看的这条片 背景一幕就是由之前提及过Peter所制作的 但是和正式推出的版本是会有所出入的 因为他们依然在调整 但这条片如果没有了背景一幕的话 就明显地会变得非常之闷 在这里他们也特别著名 这条片所显示的就是暂时一个 类似他们概念图的东西 并不是实质最后的成品 但是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个FFF之后 他们会说的东西很多时候都会提及到这个星球 所以他们就决定了在这一篇FFF里面 就开始解释多些和Cliber相关的东西 在这里先暂停的一条片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回到这一篇FFF 再看剩下的小部分 接着下一部分就是欢迎来到Cliber 当你降落的时候 你就会听到一些浅水的声音 但是幸运地你驾飞船并没有向下沉 同时你也听到机舱之外有一些柔和的落雨声 当你打开机舱看出去外面的时候 就会看到一片青绿色的沼泽地带 而且还有少少霧在这里 空气非常之闷热非常之潮湿 而且在背景上你也听到一些动物的声音 但是就看不到任何动物的迹象 当你离开太空湿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踏足进去这个青绿色而混组的沼泽里面 虽然水深不是很高 连膝盖都没到 但是因为有太多植物和其他东西阻碍你的视线 所以根本没办法看到沼泽底里面有什么 虽然看不到 但是你依然感觉到你脚板下面就有些东西好像在驭动 在这里你会看到一些好像树那样形状的物体 实际上这些就是一些扭曲的菌类 从水底一路生长去到水面 然后最顶的部分就有一些好像触手的东西 当你拆过这些触手的时候 它会留下一层黏液在你身上 终于你就走上去岸边 即使这里已经不属于水中 但是这个地下也都绝对不是干的 踏上去濕濕纳纳有点像橡胶 而且你脚底下面也会发出咳咳声 在这眼前景观就有一堆菌的屍 变成了好像一些根部那样的东西 而且你也都看到地面上有色彩纷纷的地衣 它们仿佛就好像一个地毯一样 棲息着很多小小的动物 你也都感受到这些小的动物 都不时都会在地衣下面去观察你的同时 也都尽量避免给你留意得到它们 不过你也都听到它们发出不同的叫声 它警告你不要再接近它们 去提醒它们周围的同伴 依你估计在这一带里面所棲息的小动物 都应该只不过是一些昆虫 又或者两棲类的动物 在这一区里面 你也都看到有不少这些菌类 就好像一个杯的形状 里面装满了水之鱿 也都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生态系统在里面 不过有一些就带到好像一个树干一样 但是里面是空心的 而且在这些好像树干的菌类上面 都有一些粉红色好像虫那样形状的东西 最后你也都留意到在这一区里面 来不来都有一片黄色的黏液 而且在这些黏液里面 周不时都有一些气泡升上来 随着离开低蛙地带 你也都直接感觉到地面越来越硬 现在踩上去 它感觉上就像一些比较软的树皮 在这一区里面的植物非常之漂亮 但是看上去也都相当之诡异 有可能因为它们的绿色是偏向湖水绿 所以才令到你有这一种的感觉 而且在它们顶部上面 虽然看上去好像很脆弱 但是实质上分了为五个不同的树枝 这些树枝都是有一些非常之尖銳的刺 从树顶那里垂下的 继续向高柱走的时候 地面也都变得越来越干了 而且一开始以为不会小的大雨 现在就终于变成毛毛雨了 在这个时候就发现了地面就像岩石那样 所以它们才会迅速吸收到这些雨水 再一次令到你感觉到 在这个星球每一样东西都好像有生命那样 而且来到这个地方 总算让你找到这个星球里面 第一个结实的蜡烛之地了 在这里也会看到一些非常之大的海绵塔 这些塔顶上也有一些黄黄的色的 好像花那样的东西 看上去就有些少似为了太阳而开花那种感觉 去到山丘的另一边 景色也有一个非常之大的转变 现在看上去就好像一个秋天的景色 地上面的地衣全部都变成橙色 而且也有一些像曼藤那样的菌丝 保护着一些红色好像巨型蹄子的包裸 除此之外你也都看到有一些菌类 就好像一层搭一层那样生长上去 看上去也有一点像气球随时都会爆开 继续向前走的时候就开始下山了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见到一些沼泽 但是就跟之前所见到的沼泽就有个明显的分别 这次再不是一个绿色的沼泽 反而是一个比较红色的沼泽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很多粉红色的地衣 而且有一些像线形的地衣 当你踩上去的时候 你就明显地感觉到下面有一些东西凸起了 在周围你依然看到有大量好像根状那样的菌丝 所以你相信在这些像线形的地衣下面 其实只不过是遮住了这些根状的菌丝 而且去到沼泽的岸边那里 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些非常红色的海组在水里面 在这一带里面你也会看到很多不同的珊瑚类型的物体 在水里面那些就色彩纷纷 但是在地面上面那些 相比之下看上去就好像没了生气那样 由你来到这个星球一路伴随着你的声音 就是雨声和各种动物的叫声 不过突然间你就开始留意到有一种神秘的声音 越来越接近而且越来越清楚 虽然你依然还没看到它的声音的来源 突然间你就听到一下好像号角那样 非常之大的叫声 叫声过后所有细小的生物都立即躲到地衣下面 而且整个星球突然间都变得冷静很多 现在你就听到一种全新的声音 听上去就好像一浪接一浪的声音 而且你亦都感觉到大地开始在这里震荡 每一下比之前的一下越来越大声 以上就是第413篇FFF的内容 如果有兴趣一起吹嘴的话 就可以加入我们的Telegram 又或者Discord 如果喜欢这一类型的视频的话 就记得给个like我和subscribe我的频道 好了就这样吧拜拜